在北海道, 我們品嘗紅色的肥美 釣回來的Kinky喜之刺 果然是不一樣的美味 在鹿兒島, 黑豚就是黑色美味 牠們身嬌肉貴, 怎麼會不好吃呢 再來一杯古法釀製的黑醋 沒想到黑色令人多匯美 這次我們鎖定北海道網走 目標是敬食日本一大美美之一 有深海紅寶石之鮮的Kinky喜之刺 網走是東北部惡霍茨克海 沿岸最大的城鎮, 盛產Kinky 用獨特的手法釣Kinky 更加釣得出名 充滿光澤的紅色魚身 眼睛大大, 圓都綠, 是魚中的貴族 用牠來做刺身、壽司、煮物都是一流的 在日本, 北海道網走這個地方 雖然不是Kinky的唯一產地 但是用釣的方法 來捕Kinky這隻深海魚 網走也稱得上是日本一家 我一直以為漁民出海捕Kinky 會用很大的漁船 但其實也不是的 其實除了漁船不大之外 船上的漁民也不多 只有六、七個左右 只有六、七個人 怎麼釣得這麼多Kinky 釣魚除了用魚缸之外 還有很多方法 不如我們問問社長 到底是怎樣捕Kinky的 好 社長, 初見 你為什麼要捕Kinky? 蟹縫, 牠們有很多針蓋 牠們有針蓋 對, 是 他說是用繩子來捕 用繩子來捕Kinky 可以避免一般用網捕Kinky時 對乳生造成的傷害 這就是網走Kinky成為日本一的秘密 整理釣魚用的繩子都是一門學問 回家, 我們去找找小朋友 了, 我們也看過 這атив有牠們的節奏 這類的牠們的節奏 我會在這邊的節奏 我會有很多牠們想到 然後看到牠們的節奏 我會在這邊的節奏 看見人家的節奏 我會有很多生命 我覺得… 我身為牠們的節奏 那些節奏 我會在耳朵的節奏 那些節奏 我會有很多生命 是不同大小的, 真是亂得… 我想也用不了 這些就是釣Kinky用的勾繩 每條勾繩大概有六十至七十個勾 因為Kinky是一種 生活在水深300至1000米的深海魚 所以用來釣Kinky的勾繩 一定要夠長才行 一條長勾繩 是由大約二百五十條 約六十米長的勾繩串埋 Kinky最喜歡吃秋刀魚 這裡的漁民會用最新鮮的秋刀魚 做魚餌 由於出一次海 要用大量的勾繩和魚餌 所以準備功夫要很多 一定要做得快才行 剛才練習了幾個都很不緊 看他們為什麼這麼快這麼緊 問了他們, 原來因為秋刀魚有分腸 腹部和肉 如果你勾繩在腹部的時候 就會不夠緊, 所以一定要勾肉 然後再用力很大力的勾繩 這樣就不行了 要勾得正確的位置 否則很容易, 勾繩一下就會… 就會跌倒, 糟了, 怎麼辦 我想待會我勾繩之後 可能他們要拿秋刀魚出來再勾繩 因為我勾得實在太差了 你不要碰我 別人一定以為我攪亂了 不過我第一次勾, 也算是這樣 弄好魚餌就可以準備出海了 不過要捉Kinky, 也很講求部署 想要多些魚獲 除了要用有勾繩之外 其實釣魚的策略都非常重要 首先第一, 要分散投資 每一次漁民捉Kinky的時候 都會選幾個不同的位置 實行將Kinky大包圍 每次出海釣Kinky 至少要花上四天 其中頭尾兩天是船程 漁民去到目的地之後 會在不同的位置 將已經上魚餌的長繩 放進海裡 等候Kinky上釣 一段時間之後 就要把長繩收回上船 看看有沒有漁獲 他們每一次都要停留在海上 釣足兩天才能回來 漁民會將新鮮上岸的Kinky 送去拍賣會 據說一箱三公斤的Kinky 批發價大約13200日圓 在很久以前, 北海道的網咒 因為位置偏遠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一直是一個荒涼偏僻的地方 鄰近擁有風盛海產的岳霍刺黑海 令網咒成為日本知名的海鮮產地 更因為Kinky而聲名大噪 對於網咒, 海洋就是上天次雨的寶藏 這次來到網咒 我們選了一間以Kinky菜式聞名的料理店 厲害吃一頓 Kinky叫做深海鴻寶石 自然有它的道理 肉質肥美鮮嫩, 油脂豐富 看見也想吃 要吃Kinky的真味 此質當然就是首算 挖口問恨師傅, 經驗老道 一定不會令我們失望 它是很棒的 很棒, 謝謝 謝謝 終於就可以吃了 首先說一說 日本最傳統的食法是 刺身後再後上壽司 因為刺身原本是可以保持鮮味 對, 我知道甜味料有分兩種 剛才我看到這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我現在知道是新鮮磨出來的芥末 我問過是很香, 很功鼻 我自己很喜歡吃辣的 你多加一點, 我給你加一點 好… 我試這個芥末之前 也要介紹我手上的礦物鹽 因為它本身叫硬鹽 是一種比較高級的礦物鹽 好, 別說太多, 快點吃 好 很滑, 好像不用怎麼咬 滑這種酒桌在嘴巴裡 對, 很美味 接著嘗嘗師傅精心炮製的 手握Kinky壽司 吃壽司也可以知道師傅的功夫 一開始以為握得這麼緊 飯可能會比較硬 但其實也不是 一口咬下去就很鬆化 所以真的很佩服 我看見師傅的手藝 而且我很喜歡吃日本的飯 因為我覺得又圓又大粒 而且剛才我叫師傅做壽司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也不簡單 因為每塊飯要拿捏的尺寸 要一樣大小 而且夾起來不會說一夾就鬆散了 而且我知道他們也有一個習慣 就是留意顧客吃的速度 因為他們很希望做完每一件壽司 就是我們吃完之後 可以第一時間把第二碟的壽司 放到我們面前 這樣就不會影響食物的質素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於食物的要求很高 很漂亮, 美味了 謝謝… 好像很漂亮 對…我想快點試煮的Kinki 好, 桌上好像有兩個醬汁 而我這個其實是一個醋醬油 其實它通常吃法是怎樣的呢 是用蘿蔔倒進去 這樣就攪拌一攪拌 這樣就可以點了 對, 至於我現在這個就是潔汁 就是我們平時吃炸豬扒軟的醬汁 不過我知道它的質地會比較稀 因為不想搶到肉質的鮮味 味道真的很特別 因為醋醬油帶有一點酸味 加上這個Kinki的肉味道就更加突出 激汁有點酸 配合肉質, 因為這條軟比較厚 加上酸味, 吃起來好像沒那麼膩 而且我覺得有點像在吃香港的 吃飯一樣, 也是這麼滑的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珍貴的食材 其實不需要加太多濃味的食材 因為這樣反而沒有那種鮮味 我覺得這個主要是清酒 你看到檸檬、昆布和味淋 其實我覺得簡單單已經足夠了 吃得是福, 吃得這麼美味的Kinki 也是一種福氣 在這裡啊, 學說了 好, 那種青春 好, 你謝謝 我販關了也好, 這裡有最愛 我是靠近, 帶來很美 我幫你買我吧 你買我買吧 我買我買我買的 我買了個這個 Timi繼續在九州勁食之旅 在鹿兒島縣尋找日本頂級的黑醋 福山丁以醋情古法釀造黑醋文明 產量也是日本一 俠醋不是女生的專利 說到俠醋了, 日本人也很有研究 福山丁這裡有大片大片的黑醋田 可以說是黑醋的故鄉 來到這裡, 喜歡俠醋的可以盡情俠 不過千萬不要打破俠情 因為隨時打破的會是二百年的古冬 福山丁位於鹿兒島灣最深入的海灣 山面群山環抱 全年的平均氣溫大約是攝氏18.7度 很適合釀醋 在事事講求校女的今天 仍然堅持沿用有二百年歷史的 傳統方法釀醋 在日本可以說已經絕無僅有 來到這裡, 聞到震震的醋香味 看見這麼多醋情整整齊齊地排在這裡 真的很壯觀 這間釀製黑醋的工場 有十幅這些醋田 總共有五萬二千個醋情 其中一千個有二百年歷史 現在還在釀製黑醋 釀醋和釀酒一樣 材料和技術主宰一切 好米、好水缺一不可 加上累積下來的經驗 才會釀製成為優質黑醋 好, 這些就是釀製黑醋的米 跟釀製酒用的米很不一樣 因為大粒很多 釀製酒的米會經過一個叫精米的過程 會磨走米的四、五成 但這次釀製黑醋的米就不同了 只會磨走三分之大 釀製黑醋需要經過雙重發酵 首先將米的糖分發酵成酒精 再將酒精發酵成醋酸 要達到效果, 放材料也有先後 首先要將經過發酵的米曲鋪在晴底 上面放蒸熟了的精米 再注入七成滿的天然地下水 最後灑一層乾米曲覆蓋在面上 讓它自然發酵 用古法釀製黑醋 需要至少一年時間 有三十年釀製黑醋經驗的狀元先生 會用五感去感受黑醋 在釀製過程中的變化 古法釀製黑醋, 你好… 師傅, 現在打開醋情 就是看看裡面這種醋 現在釀製了一個月左右 狀元先生所用的五感 包括用眼去觀察顏色 了解發酵的情況 透過觸感去感受米曲的硬度 用鼻子嗅一下醋香 用耳朵聽聽發酵的聲音 有需要的時候, 當然要嘗嘗味道 其實釀製黑醋跟釀酒一樣 都要經過時間的歷練 才變得香醇 我先試這個 六個月的, 酸酸的 然後突然酸味過了之後 有很香的米味出來 讓我想起拍拖的時候初戀 初戀? 第一次打開口 就覺得好像有一種很新鮮的感覺 那就試試這個 這個釀製了一年 我覺得它…就算以醋來算 還是比較穩定 像我們平時接觸的醋 如果拍拖, 拍了幾年之後 可能會比較穩定 有錢整年 是不是同一個? 這個釀製已經釀製了三年了 入口的時候覺得有點… 吵吵 就好像經歷越來越多的人 看的人和嘗嘗, 見識很多了 有時候很多東西都體化了 很豐富 好像一匙仔 口裡已經有很多味道 嘗完醋, 肚餓了 好, 去敬食鹿兒島 另一種黑色名物 好, 請來 我記得小時候做工復成 都很怕被老師吸黑豬 但是日本人以鹿兒島黑豚而知名 不過在鹿兒島 可以被稱為鹿兒島黑豚 一定要在一些可以認可的農場 才可以自養 在我們後面的就是其中一個 我已經聽到那些黑豚在呼喚我 不行, 我要去找牠們 誰人自稱是黑豚? 鹿兒島黑豚 被譽為黑豚之中的日本一 牠們肉質嫩滑, 自養方法非常講究 經過精心打造的鹿兒島黑豚 絕對稱得上是豬中貴族 養豬真是一門學問, 尤其是養貴族豬 要知道一隻豬有多貴族 又有什麼準則呢? 最基本的準則就是 看看養多久才拿來買 一般來說, 養一隻豬 最快開什麼時候可以買 我知道有部分的白豬 吹谷六、七十天左右就拿去賣 不過做得貴族豬當然不能吹谷 像鹿兒島黑豚一樣 還要養成二百四十天 那不是四倍的時間嗎? 真的挺貴族 鹿兒島黑豚又叫綠白黑豚 這種黑豬四題搭雪 地糧和尾巴都是白色的 它們擁有英國白黑棍豬種的血統 提出名門很重要的 加上它們一胎子三八至九隻豬仔 比白豬一胎十二至十三隻少很多 所以特別矜貴 連豬舍都要現代化管理 鹿兒島的黑豚除了要煮得好之外 對, 最重要是吃得好 沒錯, 為了令它們營養均衡 這裡用的治療是屬於植物性混合治療 跟一般的治療很不同 貴成四倍之多 裡面有八種材料之多 包括有黑豚最喜歡吃的粟餅 還有充滿澱粉質的小麥 還有善食纖維很豐富的艾草 還有充滿維他命E的茶葉 不過, 最重要的是它們留下了 就是裡面有番薯 有明文規定 鹿兒島黑豚滿一百四十日帶 就要在治療 加入百分之十至二十的番薯 去餵至少一百日 否則, 就不可以叫鹿兒島黑豚了 養夠二百四十日 他們就會送到肉食處理工場 處理工場很講求衛生 所以我們進去之前也要全副武裝 這個肉食加工場的設計 就像一個雪櫃一樣 而我們現在身處的工作間 就只有攝置零至四度而已 處理肉食一定要在低溫的環境之下 這樣才可以將肉 保持在攝氏零至二度 這樣才可以確保新鮮 這裡的管理也是很現代化的 在全國來說, 可以算是數一數二的 而且他們的師傅每個人都訓練有數 他們每天平均處理五百隻豬 相當有效率 在處理工場裡面 每位師傅都只會負責處理一個部位 日子有功, 自連變成熟手技功 效率又怎會不高呢 豬隻屠宰之後, 會保留豬皮 又負責不同部位的師傅自行撤走 儘量減少鮮肉外露的時間 他們真的很重視生育處理的衛生 我身後面這兩部 就是金屬探測器 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去探測肉裡面 有沒有殘餘的金屬 例如刀片或針 為什麼呢? 因為黑豚平時很怕打針 一打下去的時候 可能扭著手, 針就掉在裡面 所以有了這兩部機器去幫忙檢查 就有安全的保證了 通過了檢查的黑豚肉 才可以入袋包裝 而為了保障買家 每個包裝盒上 都貼有印了編號的標籤 只要上網一查 就可以追蹤到關於黑豚的資料 確保食用安全 我現在真的覺得很安心 那…是不是可以吃了? Timmy 你終於來了, 我等了你 很久了 這個英俊主角終於來了 不過不是我, 就是黑豚肉 用植物性治療位置的鹿兒島黑豚 肉質細嫩 不像一般豬肉, 吃起來會有一陣酥味 最原汁原味的吃法 莫過於是沙啤沙啤 只需要簡單的湯底 清水加昆布 就可以令黑豚的美味更加突出 鹿兒島黑豚, 我來了 我們去吃虫肉的豬肉 蘸了, 很棒 如果你們要吃虫肉 他們吃虫肉 咬下去每個口皮都沒有 因為有油及鰈肉 所以吃虫肉 很便宜 這個味道 這些刺激 只鼠肉 就是炒肉 很鰈肉 只是在魚皮 吃厚切的 厚切最好吃的當然是用來炸豬扒 平時炸的炸粉會離開兩層 但這個黏得很密 鹿兒島黑豚肉質豐富 厚切做炸豬扒就最適合了 別以為炸豬扒很簡單 其實有很多學問 師傅會用攝氏190度的油溫去炸 因應厚度不同,炸的時間也不同 一切都要講經驗 而且我們可以嘗嘗另一個食法 就是用海鹽,還有炸豬扒醬 有一樣很大分別,就是跟平時吃的 平時炸完後很乾身 這次吃下去,肉汁完全看見 吃豬扒的人很怕胖 不知為何這個不會有肥胖的感覺 我,我就是很怕胖的 但我看到它有一點脂肪 吃下去的脂肪就不會膩 這個我知道是沒有醃過的 但它沒有醃過,肉味好像有點醃過 還有甜味 我終於明白為何鹿兒島的人 會把鹿兒島當作是補糧 當然了,你也看到 其實它由自養、用什麼自養 到後期加工,全部做都做得這麼認真 值得這麼好吃 日本人無論是養黑豬還是養黑醋 都是品質行鮮 務求生產出最優質的食材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 應該認真品嘗,匯報它們 3、2、1 先打開它 來,預備… 太多了,很厲害 來吧,我不管了,來吧 來吧,平常一點 2、1 我也知道你一定很好吃 因為你的手指已經很難走 太多了,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 太多了